泰山风扇自古以来,就是非常神圣庄严的事。 帝王视其为之高荣耀。 但是自从宋真宗泰山风扇后,后世帝王再也没人去泰山风扇。 主要是宋真宗拉低了泰山风扇的平均水平,别人再去觉得掉下。 那我们先看看宋真宗之前的风扇者。 宋之前的风扇帝王吴征义。 三皇五帝时代太久远先不说。 是秦始皇。 这个不用说。 一统八荒六合。 是祖龙。 风扇毫无意义。 第二位汉五帝。 驱逐修奴。 收复合套。 功勋卓著也没问题。 第三位汉官五帝。 东汉的建立者。 汉朝得以延续的关键人物。 风扇也毫无压力。 第四位唐高宗已至。 在位期间平定了高距离。 这可是三代帝王都没有搞定的事业。 风扇也正常。 第五位唐玄宗。 这位虽然签名后婚。 但是在他前妻英明的时候。 开元设事也是十分耀眼的。 风扇也是众望所归。 宋真宗风扇纯属搞笑。 最后一位就是宋真宗这货了。 实在拿不出什么功绩,来证明其有风扇的资格。 要真的说起来。 唯一可以拿来说的,也就是谈冤之盟了。 首先,辽国都打到家门口了。 宋真宗要逃。 被宰相扣准抢逼住去亲征宋朝的宰相真牛。 然后双方打了个平手。 实际上是辽国略占下风。 老师远征久攻不下。 辽头供应成为大问题。 但是我们的真宗总了。 这货就签订了谈冤之盟。 其核心就是花钱买平安。 每年赋银十万两。 按现在的观点来看。 完全是一个屈辱的结果。 在当时只能算小有功劳。 仅仅因为这件事。 宋真宗即不可耐跑到泰山岗风扇。 和前五位一对比。 实际上,他一个人就拉低了整个泰山风扇的平均水平。 后世帝王如明太祖朱元璋、明成祖朱蒂、清圣祖康熙等,都是有资格风扇的。 但是一想到和宋真宗这货并列。 估计都觉得掉价。 于是这个被视为帝王至高荣耀的仪式,被彻底废弃了。 宋真宗要负很大责任。 大家觉得呢?